PATCT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医学分子影像设备,PATCT等于PAT加克拉,包含PAT功能分子影像,与克拉解放影像的最优化组合。 PATCT除了具备PAT和克拉各自的功能外,其独有的融合图像,将PAT图像与克拉图像融合,可以同时反映病造的代谢,可以早期诊断疾病的同时,明显提高诊断的准确性。 PATCT的有点明显,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,但是很多人考虑有辐射,不愿意做,那么,PATCT到底要不要做?要不要做PATCT?要做,而且很必要,鞋和等综合大的高端体检项目,都包含PATCT检查。 很多体检机构不推荐做PATCT检查,并且虚假宣传PATCT检查危害辐射等,宣称PATCT胃癌症确症后的检查手段的原因。 实际是因为这些机构不具备做PATCT检查的技术能力和水平。 PATCT一次的辐射量,活泪一般在摄毫西佛15毫西佛之间,日本可以做到摄毫西佛以下。 什么概念呢?相当于一次胸部克拉的辐射量,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,但是建议孕妇不能做此线检查。 PATCT是21世纪初问世的诊断技术,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得到广泛普及。 主要是因为PATCT检查具有克拉、核磁等普通检查设备不可比拟的优势。 一、21世纪最给力的妨碍设备,把探测病变的PAT和解剖结构的克拉尤吉的结合。 两者优势互补,与普通克拉、母义等影像检查相比,PATCT可以提前半年发现身体的异常病变,起到一加十二的效益。 二一次定位即可检查全身,一次定位获得全身信息,全身横断面,视状面和观状面图像。 可直观地看到疾病,在全身的瘦类部位及情况,节省了大量其他影像学,需要逐个部位检查的时间和金钱。 三、对各类肿瘤的灵敏度高,PAT在病变区的形态结构上未呈现异常。 在细胞分子已经发生变化的肿瘤早期,能准确地探测变造部位,并可获得三个影像,达到早期诊断,这是其他影像检查无法比拟的。 四、对部分肿瘤具有超强的特异性。 每个拉检查发现脏剂有肿瘤时,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,特别是在病变早期。 而PAT检查可以根据恶性肿瘤,高带性的特点做出明确诊断。 五、高达95%以上的准确率,根据恶性肿瘤高带性的特点,在进行PAT检查,前需对人体注射,带有肤瘤剂的葡萄糖,使得病变区运出现异常农剧,从而判断出病变部位。 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检查出大部分肿瘤,准确率高达95%以上。 六、整个检查过程无闯,无痛,PAT检查其实是一种影像学扫描,就跟太阳光照顺一样,没有任何痛觉和创伤,受检者只需要接受静脉注射微量的失踪及和躺着休息,没有其他任何不适。 七、辐射量低,安全可靠,PAT检查的核素放射性,但所有核素量很少,远远小于一个部位的常规克拉检查,而且板衰期很短,在受检者体内存留时间很短,整个检查过程安全可靠。 通过手术、放疗、化疗等某种后,肿瘤是否变化,而细胞活跃性是否降低,全身其他部位还又没有扩展。 这些通过PATCT影像可以一目瞭然检测出来,有效提高了局部控制率,避免了不必要的手术和伤害,是目前的类肿瘤的最佳辅助仪器。 但是PATCT的辐射到底有多大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问题,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来看看PATCT辐射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。 什么决定?PATCT辐射的大小? PAT的辐射是由使用的线性G18FFDG产生的,而赫拉的辐射是X射线产生的。 PATCT的辐射就是这两种辐射的总和。 PATCT的辐射等于PAT的辐射加克拉的辐射,这就好办了。 我们只要分别搞清楚PAT和克拉计量,两者相加就行了。 1.PAT显现器用量与体重相关,体重重的人用得多,辐射较大,但一般差别不会太大。 2.克拉的X射线计量与克拉的模式参数有关。 模式参数是由医生根据情况设定的,不同模式差别很大。 PATCT一般都是低计量模式,辐射计量低,不到常规克拉扫描辐射计量的二分之一。 但是,如果使用高计量模式或增强模式,则克拉计量会明显增加。 所以,PATCT扫描中增加计量主要是取决于克拉扫描模式。 为了对X射线计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,我们来看看美国FDA食品料品监督管理局,公布的常用X射线检查,包括克拉的辐射计量。 请注意,有上角红色的计量单位MISV好希腐。 这是一个辐射计量单位,也是这篇文章中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个词,一MISV辐射到底是多大。 联合国人子辐射项义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显示,地球上每人每年平均会受到来自天然放射性核素的辐射计量约2.4MISV范围为113MSV。 中国规定,一名在放射科工作的医务人员,每年辐射的接受计量不能超过20MISV。 PET-CT的辐射到底有多大? 韩国的Jane Chobin博士2015年对73个医疗机构,对105台PET-CT进行了调查统计,结果如下,PET辐射计量范围,为4.43到7.35MISV平均5.89MISV。 科拉辐射计量范围为3.29.32MISV平均6.26MISV。 PET-CT总的辐射计量范围为7.63到16MISV。 2009年香港大学Pick Langham博士等发表论文报告了他们关于PET-CT辐射计量的研究结果。 他们给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,幼男、女两种,区别是乳房配件,装上辐射测量仪,然后给人体模型做PET-CT。 其中PET选像技用量一样,而科拉扫描分别采用低剂量、中剂量、高剂量三种扫描模式,记录下辐射剂量。 结果如下,PET单向的辐射计量之为6.23MISV男性患者PET-CT的辐射计量分别为13.45。 低计量,24.79中计量,31.91。 高计量MISV女性患者PET-CT的辐射计量分别为13.65。 低计量,24.80中计量,32.18。 高计量MISV见下图,可见PET-CT扫描中增加计量主要是取决于科拉的扫描模式,因此,医生在进行常规PET-CT扫描时,其中科拉模式一般建议先采用低计量、低豪R扫描模式,可一放弃则局部采用诊断计量扫描,尽量减少受尽者的辐射计量。 那么,做完PET-CT的患者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辐射? 18FFDG的半衰期是105到115分钟。 患者第二天体表的辐射水平已经接近电缆本笔水平。 日本Vikimitaru, Ito等医生对从事PET-CT检查护理工作的护士所受辐射剂量,极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。 结果发表在2015的J-Occup Health职业健康杂志上,研究发现,每做一个PET-CT检查, 护士所受的平均辐射剂量为6.07,MOOSVVC幅,及0.00607NES。 在了解了PET-CT的辐射剂量后,我们来看看如何防护。 PET-CT扫描患者的辐射防护国际原子能机构, 伊利尔对做PET-CT扫描患者的辐射防护给出了专业的建议。 翻译在超如下,患者的防护,一PET-CT测试有两个组件,PET和克拉。 其中克拉的辐射量因检查略形,检查部位和检查目的不同差异很大。 在最简单的模式中,克拉仅用于定位PET所发现的异常,被诊断性扫描。 此时,辐射剂量的例如,一次全身扫描为G-MISVVC,然而,高分辨率的诊断扫描, 剂量可能相当高,一次全身扫描达30MISVC,PET扫描的有效剂量是中度的。 取决于注入的18FFDG的活性,无论是全身还是部分扫描。 成年人通常是PET-MISVVC通过修改克拉采计参数可以显著降低PET-CT扫描的辐射剂量。 传统影像学检查除胸部、腹部和骨骼X射线也给带来辐射,但只有克拉检查的一小部分。 超生核磁共振,单半检查不会暴露于电离辐射,而同一病人重复做风射检查是否会增加辐射风险。 是的,众所周知,辐射效应是累积的。 然而,体内的修复机制是相当强的,每次检查拉开合适的时间间隔,有助于减少辐射损害。 例如分隔放疗,目前上没有像专业人员那样,的正式的体系,来记录和跟踪病人的累计辐射量。 建议患者告知医生他们之前曾经做过的所有的放射血检查。 这样对患者是有好处的。 三糖尿病人做PET有什么额外的辐射风险吗? 没有,虽然PET检查师会注入少量,具有放射或性葡萄糖,但不会影响到糖尿病。 然而,做PET检查的医务人员,应意识到患者是糖尿病的人,以确保取得最好的扫描结果,并避免不必要的辐射剂量。 四病人能在同一天做PET和可拉X射线检查或尾吗? PET扫描不会影响这些检查,但是,应确保该患者相关的所有医生都知道患者要做哪些检查,以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。 儿童、孕妇、哺乳妻妻妇女和陪人防护,五儿童接受PET检扫描,会有更大的辐射风险吗? 是的,儿童比成人对辐射更加敏感,所有辐射在理论上都有诱发癌症的风险。 依次PET的辐射剂量,如果该检查是必要的,预计将给病人带来明显的获益。 那么这个检查的效益风险比是高的,因此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一个检查都是恰当合理的。 一旦确定该检查是合理的,就有必要采用最优化的策略去做这个检查,以便减少辐射减量,同时又不影响或是必须的诊断信息。 病患者能带儿童到PETCT中心吗? 建议不带儿童到PETCT中心,从注入放射性显影器,到扫描开始之前,重要的是确保病人放松。 这样工作人员,才有可能做一个最佳的扫描检查。 尽管儿童受到了的来自病人的辐射小,但还是尽量避免问好,其孕妇可以陪伴朋友、配偶或儿童来做PETCT吗? 这是不可取的,虽然来自病人的辐射相当低,但还是将胎儿受到的辐射尽可能降到最低位移。 假如孕妇必须去安抚一个做检查的儿童,因他们告知该孕妇与儿童和其他做PET或放射性诊断的病人保持距离。 这种情况下,接触时间因尽可能短,把扫描后病人能母乳喂养吗?母乳中可能含有少量注入了18FFDJ。 通常情况下,检查应该推迟到母乳喂养已经停止,但如果扫描是迫切需要,那么建议在扫描之前收集乳汁,这可以用来给婴儿进行一次检查后喂食。 此外,检查后两小时内的母乳应收集并丢弃,此后可以恢复正常的母乳喂养。 公众防护,就PET扫描后,病人需要等待多久,才不至于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触发辐射探凑器。 做完PET扫描后,除了对孕妇和儿童应急率前输引药的关注外,对其他乘客没有危险。 然而,在一些国家,在公共区域和机场等特定地点的辐射探测器,能备很少量的辐射无意中激活。 辐射探测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。 尽管如此,用于PET承向的同位素显向剂刷减得如此之快,以至于24小时后,不存在激活辐射探测器的危险。 然而,如果能从PET中心获得一本说明他们做过PET的证明会是一个好主意,以备受到询问,要领PET扫描后是否需要限制病人的活动。 不,尽管扫描前注入了放射性显影剂,这将给它到附近的人带来辐射。 但扫描后来自病人的辐射量很低,病人可以照常活动,而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任何风险。 除了全输因限制接触孕妇和儿童。 总结,以PET的辐射等于PET的辐射加克拉的辐射。 二,其中PET的辐射平均倍流。 其梅斯克拉的辐射因所采用的模式有明显差别。 其中常用的低剂量模式的辐射平均也是6,其梅斯克拉为低剂量模式,辐射剂量范围约了1015MSV。 三,PET剂量增加,主要是视觉于克拉扫描模式。 四,医生在进行PET扫描时,可以根据病情选择克拉模式,从而减少辐射剂量。 五,做完PET后的患者应限制接触孕妇和儿童,但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任何风险。 六,PET-CT检查用辐射,因严格掌握示印证。 关于PET-CT相关问题,点击进入咨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